PRO加州全棗金 保全體力不用操控 藍藻、綠藻、蠟藻、蠟藻與似乎 跟精華都縮一全棗金 幫你保應用保氣力 健康造型幫助打拚生命 穿著PRO加州全棗金 健康體力不會很費工 空白空空 8Q3 8Q3 空白空空 8Q3 8Q3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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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快乐 快乐快乐 很快乐 永远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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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英李若英 欢迎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 天天中午时间锁定若英时间 今天非常开心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来宾 他就是我们的德民财经科技大学的徐守德 徐校长你好 好大家好 请到校长来 校长是这个杰出校长奖去年底刚得到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的得奖感言呢 谢谢若英 也谢谢大家 那得奖当然我要感激我们学校所有同学的秘密 所以这样的奖项啊 我想我要把这个荣耀回给给我们学校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同学 谢谢大家 是那当然相信校长一定是对于教育这一块 尽了很多的心力了 哪里应该的 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台湾的技职教育啊 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台湾技职教育 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学生 嗯还蛮重要 很多学生都希望可以习得一技职场 对对对 那你是不是对于我们台湾的现在目前的技职教育 有没有有一些的想法 是这个问题是个大灾问啊 非常难的非常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之所以称为技职教育就很重视 叫做跟工作跟职场来做连结 希望我们学生经过学校训练之后 毕业之后可以立即就业 而且这个就业是他喜欢的 是他可以终生投入的一个志业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 呃我觉得我们在整个 不管是学校的呃这个峰会的设置 我们学校老师的聘雇 学校的教导 应该要跟产业界跟市场啊 做一个紧密的连结 当然也就是说我们多多跟企业来做呃 请教来做资源的连结 比如说我们可以聘很多的业界的老师 来帮我们上课 好那有机会这些业师 可以安排我们学生到他们企业去参访 去实习 甚至将来可以去工作 使得学生呃在学习的时候 就慢慢了解企业端 那么他将来实习就业 也跟企业直接来连结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相对是比较 不会落差的一个教学安排 嗯这样非常好 就是已经跟这个以后未来就业 就已经先衔接上了 那目前的话是你们有做了哪一些的规划呢 呃我刚才讲的都是我目前的做法 就是说我们呃我们目前做法就大一到大三把他们的专业呃学好 比如说你是资讯管理系好了 你就大一到大三把资管的呃专业资能啊呃学好 大四呢我们所有的学生呃任何的科系没有例外都要去企业实习一整年呃 18个学分好所以我们也会帮他们呃安排合适的呃 呃这个实习的企业 比如资讯管理我们都安排到我们附近的一些电脑公司 咨询企业大的企业人保电脑等等啊 那假设您是流通我们会到PC home啦 或者说Starbuck等等这些呃跟呃相关专业有连结的一个企业去实习 所以呃所以我们就是把要学的本来是四年教导 我们能说成三年所以同学会相对比较辛苦 但是他们是过得非常扎实的 嗯大四实习实习之后啊 我们雇主对我们学生还算满意的 嗯我们学生雇主对我们学满意度大概86% 哦对而且他们愿不愿许愿我们学生 对啊留作关系 嗯嗯刀欸对对对 做不白为目标 之外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叫做品格教育 职场伦理嗯嗯嗯嗯嗯 所以我们每一个系都要不只是上这样的课 而且要做一些相关的 非正式的课程 比如说要教导 遵守法规 有礼貌等等 因为我们学校是第一个 全国设置叫做品格教育中心 的一个学校 我们非常强调品格 特别是我们财经学校 三学大学 常常会碰到金钱 品格不好 那很麻烦的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专业为先品格第一 这是我们特别重视的 而且这也是企业端 他们最在乎的 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从雇主的意见里面说 你们希望我们年轻人 加强什么能力 他们就是给我们的建议 第一 就是要希望学生 能有抗压能力 第二个他们能有团队合作 能跟别人沟通的技巧 第三个就是人际关系 都是比较属于软性实力 一个实力 是被排到第四位 可是软实力好像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像刚刚提到抗压性 我们都觉得现在的草莓族 他们真的有抗压性吗 年轻人有他的特别的适应 我们当然尽量帮助我们年轻人 他们因为成长的那种世代 过程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也有他们的优秘 所以也是会寻寻善诱 对 因为不同世代 好那现在其实 我们说 这个德民财经科技大学 那有时候有些人会 好像听到 明德科大 然后还有什么德民科大 但是会有点点搞混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详细的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想清楚吧 对对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很有趣 就是我常常被人家碰面的时候 他说 哎呀 明明是不是那个明德科大的许校长 我就有点纳闷 我说不是明德 是德民 尴尬了 对也尴尬 明德是叫做军中 明德管训班 是管区 这样的一个精神 虽然 第三个他交了很多的朋友 第二个多交一些朋友 第三个呢 不是搞革命 把政府给割掉 而是他们现在这时代 多多做一些创意啊 创新创业的 帮助他们可以累积自己的一个 知识跟财富 这样的一个创业创新创业 对对 而且我觉得德民 这两个字取得还真好哦 对 品德 然后呢 要做个明白人 对对对对 都是很重要的 你解释的更好 对对对对 很好 你解释的更好 是 那可不可以 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说 到底德民财经科技大学的 这个学校的环境是什么样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学校的环境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对对 地理位置环境也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对 你这个就稍微跟各位听说你一跳 我们都在那个台北啊 有西湖捷影站旁边 他的隔壁就是各位都常去的 叫做美丽华商圈 哦是 常去看电影逛街啊 还有很多最近很多的一些餐厅啊 娱乐场所 这边设置了很多 另外全国最 最有名的叫万豪大饭店啊 新成立的美福大饭店 都是在我们的那个商圈里面 哦 对对 所以年轻人来了 这边不要说是要 吃喝玩乐 这样变蝶啊 另外当然比如说明显要 稍微打个工啊 就业啊 他那个真的是就在企业旁边 旁边还有一个叫内湖科技园区的 哦是好方便哦 对对对 可以去 对全国的大企业 包括是资讯啊 科技都在哪边啊 再远一点就是稍微不远就南港 软体园区 离我们学校很近 所以学校一来有这个便捷的捷运 也很多的公车可以到 像基隆来的朋友 有公车直接到我们学校前面 桃园来也有稍微转一下都方便的 附近的吃喝玩乐 的这个 这个周边环境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年轻人应该都非常希望这样的学习的环境 是交通非常的便利 对对对 好那么这也是现在我觉得啦 因为在台湾不止台湾啦 就是全球都是少子化嘛 现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这个少子化 那学校又就是就这么多学校嘛 那学生又变少了那要怎么办呢 可是我觉得能够成立科技大学真的是太厉害了 因为你们的这个招生注册率是逆势成长耶 我觉得怎么怎么那么厉害啊 为什么有办法做到 可能运气比较好 也就是要抗波是吗 不行一定要挖出来 对当然少实话是一个趋势 那我觉得学校办出特色出来 也就是说对我们学生啊 或对家长真的是认同我们这样的一个学校 认同我们这样办学理念 那我们就欢迎他们到我们德明就读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学生到我们学校 到了德明就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一定好好栽培他们 比如说有些学生 他是没有一些商学的基础的 像有些高中进来的 他没有学过什么经济会计 那么会针对这个没有商学基础 或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 我们在入学前一个暑假 我们就帮他开一个叫做经济会计 城市设计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班级课程 帮他复习 所以你经过这个 我们都请最好的老师帮助他 由深入浅出来介绍 是基本经济学 会计 城市设计 然后他假设开学了 假设有些学校是很棒的学校上下来的 那他说这经济会计我都学过了 那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就会做一个简单的经济学 会计学 城市设计的测验 你通过测验 你就可以不要修 比如大一的一个基础经济学会计 或大一的统计 也就是我们针对没有基础 我们有些辅导的一个服务课程 针对好的同学 我们会有一些叫做抵免的测验 那通过这个测验 你就可以免修 修更多 更他喜欢的课程 这样子 所以我们原理上就是有一些叫做 比如英文 我们就是有一些能力分班 比如他同色考进来 他的英文好的 我们就把好的编在一般 相对中等一般 另外稍微后面等一般 这样 所以因为英语就不同程度 我们有不同的教材 不同的进度 不同的要求 那原理上我们都帮助他去考TOEIC 就因为到企业就业 一般都会有最低 比如说500TOEIC 或六七百TOEIC的要求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TOEIC的一些毕业标准 但是我们会帮助同学 达到这样的标准 所以我们大一大英文都会有 这些针对TOEIC方面的辅导课程 那学生原理上都能达标顺利毕业 还有刚才我讲的一些 专业我们有一能力好坏 做一些适当的分班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分班的成本 或作业会比较繁杂 但是我觉得是对学生的学习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来去做 如果学生一进来我们会做心理测验 哦是哦 对 那么针对你的性向啊 你的职业的发展是什么特性 我们会给他做一个什么九宫格的人格探索 人格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啊 比如说外教的那一天 你适合往哪里发展 你是内向的啊 或者是比较希望宅男的宅女的 能不能是做哪些什么设计啊 或者是创意的 呃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个性给选择 职业的辅导 嗯太好了 大概是这样 我可能讲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真的呃 英才师教真的很重要 像用英自己有时候也是会去上一些课啊 要精进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但是你就会发现说 有时候你去上课 那个呃课程算是你要学的 但是如果说老师教的 那学生参差不齐 然后你就觉得你都会了 你就很想要那边滑手指 会自己都有那个心态 所以学生一定也会这样 他就会不想去上课 因为他觉得他都会了 对对对 所以真的英才师教相当的重要 也让学生就也不会说呃 比较可能呃程度没有那么好的 他就不会挫折感这么重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这方面倒是不错啊 就是英才师教方面 是是是对 是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说 学生的这个品格教育是相当重要 也是学校相当重视的 那所以呢 待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请到徐校长来继续跟我们聊 他们的这个学生如何去掌握到 他们的学生的品格教育 好的我们大家再聊 好谢谢 谢谢若瑛 大家好我是乐乐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生活好物品 是普罗拜尔有机藜麦黑骨堡 现在为您连线普罗拜尔杨贵婷养营养师 杨营养师你好 乐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杨营养师我有个问题 真的又要再替听众朋友大家问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呀 这个补充营养啊大家有人会选择喝牛奶 可是我知道说很多人的体质 它是对买制品会不适应 那我知道普罗拜尔的黑五类骨粉 它是用骨类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它在补充营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实我们这一个有机藜麦黑骨堡 它里面就是黑五类的部分 像黑豆啊黑糯米黑木耳黑麦黑芝麻的部分 是因为它都是黑色的穀物 所以叫黑五类吗 是的 好特别好震撼的名字 对不对很好记 对啊那另外呢 其实刚刚乐乐有提到 现代的人有时候会有乳糖不耐的问题 所以喝奶粉呢可能没有那么适合 那这样子要怎么补充那个优质的蛋白 其实我们这一个有机藜麦黑骨堡里面呢 它也有添加了植物奶 像黄豆啊还有藜麦的部分 它的蛋白质呢 非常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其实不输给像一些牛肉啊 或者是羊肉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说在喝奶粉 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来补充我们这一个有机藜麦黑骨堡 那这个喝法跟一般传统的奶粉 喝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喝法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 一样也是用热水去做冲泡 而且它对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因为它里面是全食物形态 所以它的纤维非常的高 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喝是吗 是的 其实呢它的营养成分 像你如果喝奶粉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缺乏纤维的 是 那我们这一个有机藜麦黑骨堡 它里面呢它的纤维 它一杯的话呢 就大概是我们去超市啊买的那一包 大概一把蔬菜的一个纤维量 所以你一天喝三杯的话 其实就满足了我们一天需要的三份的纤维的量 好那它的蛋白质的部分呢 它可能就相当于一杯豆浆 或者是一碗饭的一个蛋白质的量 所以它的蛋白质跟它的纤维的量都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般的饮品 或冲泡骨粉可能就比较比不上的 好 谢谢营养师为我们带来方便又营养又健康的营养骨粉 普罗班尔有机藜麦黑骨堡 是五种全有机黑色骨类的骨粉 没有牛奶的成分 很适合对奶制品不适应的朋友来冲泡饮用哦 现在特会中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英李若英 今天非常开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 就是我们德民财经科技大学的许首的许校长 刚刚跟我们聊了很多 那也提到说我们德民财经科技大学 其实呢是对于学生的专业之外 还有对于他们的品格教育是相当重视的 是专业与品格并重的 那当初为什么一开始 就是这样子的思考背景 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好的 当初之所以会这样想 就是说 因为我们德民科技大学 对啊背后是一个叫幸福水泥集团 哦是都很幸福 在带领的 那他们是因为都来自企业 他叫企业需要的人才 不只是专业 嗯 品格或伦理操守是也许更重要 所以因为我们董事会啊 董事长特别重视这一块 所以我们就非常注重品格跟专业 是因为品格这种东西 它是很难去掌握到 因为它是清理层面的部分嘛 对对对对 真的是你说的很对 品格好像一阵风一样 就是你 你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哎好 这个人品格应该不错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风 那所以要训练这个品格很难 因为一般学校 不会强 不太那么强调 那我们就重视说大一 比如说我们会有校经啊 或伦理 呃等等 或一些人际关系的课程 奠定他一个人格的基础 当然我们都一些有 呃各系的一些 比如说我是流通就有流通伦理 或是我资管或资讯伦理 嗯 大三我们还有一个更深进程的 呃相关的一些实物的伦理 的课程教导 嗯 也就是我们把学生当作像在卤 卤蛋啊 卤翅膀一样 我一次两次三次跟他 这样熏陶啊 久而久之 他就会有那个味道在里面 就渗透了 渗透了 对 融渗进去了 我们是这样这样的心态去 呃 帮助学生 那学生真正有没有改变 他清楚 那老师也慢慢 也可以感受到的 比如说我们经过三年训练 大师去实习的时候啊 嗯 实习我们中间 呃 定期老师都去看他们啊 嗯 那其中他们回来 期末也要做回来 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跟老师说 哎呦 老师啊 我们 哎呀 现在都很规矩 要准时上下班 要服装一种要好 要守法守规的 嗯 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强调 那么我们在学校也有讲 但是他们就是 那环境还没到 但是到企业端去实习 他就知道说 不只要服务专业 而且他要服从 要守法 这样一个基本的职场伦理 他们也会被带动 所以他们回来就 我们就感觉说 哎 孩子好像变成熟懂事了 嗯 我们家长 家长也认为说 哎呀 我们的孩子还要出去之后 真的是哎 回来会帮忙一些家事了 哦 有所改变 嗯 所以我们 你刚才回到 您刚才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呃 技职教育 很重是叫做 呃 做中学 呃 或错中学 嗯 那做错了 我们适时的 给他辅导跟帮助 是 所以学生就慢慢 因此成长 因此慢慢被 寻讨终胜 变成一个 比较完美的一个 呃 健全的一个人格 跟专业 是 我觉得错中学 很重要 因为有些就是 不容许错误的 这样子的 呃 这种想法 其实我觉得反而 对学生是不好的 对对对 在学校我们都允许 学生做错 对 所以他们有时候犯错 我们老师都会给机会 但我们刚才讲说 你毕业了 嗯 你就不是学生 做错了 可能就 可能遗憾终身 嗯 嗯 都有机会教育 对对 嗯 嗯 好 那我们再来多了解一下 学校这里的 呃 各个 各个科系 然后是有哪一些的特色呢 呃 科系 哈 大概我们学校就有三个学院 财经学院 管理学院跟资讯学院啊 主要是财经商馆跟资讯类了哈 比如说呃 财经学院好了 我们有呃 传统的 这个叫做财经系 那里面有呃 应运时代的需要 我们与时俱进 有增加金融科技 这样的一个 呃 模组哈 那时的学生毕业 不只是有财经的专业 他懂了一些 比如说叫做呃 人工智慧啊 大数据分析等等 这样的毕业啊 应该可以就业 而且啊 可以获得高薪 这是财经的特色 嗯 保险 我们也是台湾少数几个 有保险的学校 那他们也要应运 像人工智慧 资讯电脑 资讯科技的发展 他们也要学校一些 保险科技方面的 呃 专业知识 我们保险非常热门 学生毕业 哎呀 不一定要去做业务的 他们要做内勤的 嗯 哎 等等 我们这这几个大 像果泰啊 富邦啊 呃 南商的 我们这学生算是蛮 呃 热门 呃 大企业热爱的学生 对对 企业热爱的 因为我们也有财税系 啊 嗯 还有不动产 啊 这土地的 还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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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织系 嗯 我们就会计跟电脑 结合 因为现在都电脑化 所以会计都是由电脑 去操作的 呃 所以我们就 也学了很多会计相关的 资讯化呀 或人工智慧化 等等 这样的专业知识 使得他们毕业啊 就真的是可以找到工作 我们不一定不强调传统 人工的做会计 是 因为那已经走 走入历史了 对 哎 那我们管理学院就是像 穿的气管系啊 算是打扮的 气管系我们今天会 特别成立一个叫 时尚经营管理系 哦 就像 呃 主持人啊 穿的美美的 谢谢 就要走到时尚的肩端 对对 非常时尚 是 那就是我们教导他们时尚 包括衣着啊 饰品啊 鞋子等等 服装等等 这等等的叫做呃 行销 我们重视的是时尚精品的行销哦 是是是 我们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别像摩托走秀的 哦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我们重视的是如何把这个时尚性 比如说LV金品包 或你一个漂亮的 嗯 这个鞋子啊 服装 如果去透过行销 让消费者知道说 哎 这个穿的真的是非常棒 我们重视marketing这样的 算是形象 形象包装的概念 对对对对 形象包装的概念 对 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个 呃 流通系啊 就是说 呃 仓库啊 物流这方面的 也是非常热门 嗯 他们的就业力非常高 是 我们还有连锁加盟 啊 像Starbuck 曾仙啊 嗯 那Seven 呃 什么康世美 这些连锁店 对 呃 我们有这样的 全国大概 就是唯一唯二的 这样的连锁加盟 的一个科系 嗯 另外我们有应外系 嗯 应用外语 应用外语 对 但是我们今天会设立一个叫 日语 日文组 哦 是 对 所以很多高中只有 日文组的欢迎他们来 德明 这边来就学 嗯 因为我们这边有跟日本 一些学校 有合作 有合作的 有呃 推啊 啊 三加二啊 或三加一 可以拿台湾跟日本的一个双学位 当然也可以学到专业重要的 这是呃 管理学院 我们还有国际贸易系 是 对 那另外我们资讯学院就是有资管系 资科系 资科系就是资讯工程 是属于工程类的 像电子电机这样的同学也可以来这边就学 嗯 另外我们有媒体设计 哦 啊 对 传播啊 媒体或游戏 对啊 当然电竞 也是我们在媒体系里面都欢迎同学来学习的 大概是这样 是是 其实这不同的学院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啦 对对对 对对对 哎您这个提到就我们现在很多叫跨领域学程的学习里程 比如说我们财经系跟资管系合作一个叫数位金融软班 嗯 啊 就是把一些资讯的专业用到财务金融 我们有这样的 或我们把资管跟行销结合 就透过数位行销网路行销 嗯 等等说我们您刚才说的对 我们就很多跨系跨院的一个合作 我们最近刚成立一个跨三个院 就是我们叫做国贸财经的AI人才培训 哦 他就是有财经也做国际贸易 嗯 然后透过人工智慧的一个平台 是 当我们把我们台湾的东西要卖到全世界 或把世界东西卖到台湾来 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 所以这个也是台湾比较独一无二的特色的一个program 这样是是 跨领域真的还蛮重要 那同学们他们 嗯 在跨了呃这个院所之后 他们会就是也可以学习到对方的 对 但是他同学的领域吗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错 嗯 现在都是讲究呃 拍行人才拍就是那个数学那个拍啊就两只脚 两只脚 对 对对 那另外还有把拍变成再多一个叫变成梯形小T英文小T 嗯哼 它下面是拍 然后上面还凸出来 凸出来那块就是 我刚才讲软实力 或一些领导统预的能力 像我们很重视 学生社团的活动 那他们参加社团 我们就会给他 很多的一些比较 优惠或鼓励 像我们学生 参加全国的学生社团竞赛 都是全国 九十第一名的 首一首二的 我们过去拿三年 全国的最好叫做 杰出奖 金党奖 还有很多特优 优胜等等 对我们德明来讲 学生真的是 我以他们为荣 因为他们表现 这是全国的学生的开模 那我们德明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学术研究上 我们财经类的学术研究 在台湾 是就对台湾的一些 叫做学术期刊发表 是全台私立学校 最好的 在财务金融的研究 那代表我们私事团队 专业也非常的强 一定的 厉害 那我们学生毕业 就是每一年都有什么 一亿人力银行 有没有 做企业最爱的调查 我们都是财务金融类 全国前两名 但有时候也是第一名的 好棒 对对 所以比如说今年初刚做的 那个一亿人力银行 做的全国 所有技专院校 包括工科 商科 参与合在一起 行不当当合在一起 那我们全国排名 是第五名 当然前面很多都是工科类的 那这是财经的 我们是我们得名财经的 那也代表企业界 对我们毕业的学生 也算给我们一个肯定 那我想这样的肯定 是比较正确的 因为我们就是培育 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 是是 好 那么其实我觉得 德民财经科技大学 学校的这个特色 刚刚也有提到说 三加一 刚才有提到 对不对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其实是有 跟这个国际交流接轨 同时 同时拿到双学位 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我弱掉 刚才讲的 很重要的这个 同时这两个字 我觉得就是有效率 对对对对 刚才讲的是就业三加一 就是他三年在这学习 一年到七月实习 毕业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另外一个我们对外语 好有国际化 喜欢的学生 我们有三加一的轨道 就是他前三年在德民学习 那英文很好 通过一个标准 他可以到我们美国 我有一个姐妹校叫做MSU 明尼苏打的叫做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 一个州立大学 在明尼苏打州的首府 双子城那边 学习一年 那他毕业了就可以拿到 那个学校的学士协位 以及我们德民的学士协位 两个学士协位 三加一 就四年 大家可以省很多的费用 因为他只要到美国一年 所以他真的就是 学生还是会到美国一年 那我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一年 而且那边地方 学生会很兴奋 因为怎么样 他们在台湾看不到学 那边经常有学 对啊 太好了 因为很多人 他们可能就是在选择说 我要在国内就读 还是在国外就读 想要混个这国外的文凭 就会到外国去念书 可是就是离乡背景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种双学位的概念很不错 就我去那边只要一年 我就可以获得了 对对对 我们有一些学生到那边一年 然后获得那边的企业的新来 他们留在那边工作 对啊 对因为我今年到那边去 就碰到我们两个毕业的校友 在那边工作了 留在那边 发展的很好 很好发展的很好 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其实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一些学校特色 我们可以多去了解一下 像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 像有真的很想要拿国外学位的 这些朋友们 或者是你觉得小孩子 也很想要送出国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见得要送出国 还不见得 对对对 对这是一个选择 对没错 就有两张毕业证书了 对对对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 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 学校长也跟我们 稍微讲一下说 就是对于这个德明财经科技大学啊 就你觉得 这未来你会希望怎么样带领呢 好 那未来是一个叫做资讯化或数位化的趋势 所以我们所有的学系的学生 将来我们都要要求他们学习一项城市设计 逻辑思考这样的能力 那么我们前不久才把我们的课程做一些翻转 就是有相关的系 他们一定要加入这些人工智慧 这样的一个课程 使得学生啊 他毕业 不要跟人家用一些劳力的竞争 而是用一些资讯的专业 智慧 智慧的 电脑的 数位的 这些科技啊 来帮他在职场取得竞争力 帮他获得比较高的一个附加价值 我想我们就应运这样的时代的趋势 我们做这样的修正 我想对学生 对家长 对他的未来的人生 都是很大的翻转 以上是我的补充 是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德民财经科技大学学手的徐校长 来跟我们聊这么多 也恭喜您获得杰助校长奖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